喊点那些猝不及防的搞笑场面 所以就和他上车了 他去嘴巴上班的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都没有他天天去嘴巴就是为了抓我 回进来 啥条件呢 今天不到八十 手里有三百万找个小伙 共同余生 有啥 三百万 我说年龄 不到八十 一天你行啥呢你 阿姨啊咱俩可能不太合适 跟你老差不多你叫阿姨啊 叫宝贝 朋友叫我到新疆 来打工说早上的九十 练阵上班工作青春天黑就下班 现在是他妈的这个是晚上九点钟 看这个天气 哎老公你家亲戚这么多 我每次去都不知道叫啥怎么办 那你给我一块钱 我叫你怎么叫 一块钱 一块钱就能把我教会 是的 你别笑 老公老王要搬家了 住得好好的 怎么说走就走呀 这个混蛋天天往往家跑 占了便宜 还想走人 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乖乖的 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 兄弟 老王你要走了 嗯 占了便宜就想走人 如果我叫你这么走的话 以后我该整个见人呢 兄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兄弟啊 我觉得我弟妹好像发现我们了 那你不能离开我 老板你这马桶怎么卖 一千九 一千三行不行 我们这个 一千三行不行 我跟你说 我就问你一千三行不行 行就把收款把拿过来 啊 行行行行 给了 你刚想说什么来的老板 我想说我们做活动 九百八一个 美女请问是你叫的代价吗 是的 是的 哦那行 有人 哎呦 你不是代价吗 代价怎么坐到后面去了呀 哎哎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他是我司机啊 代价还请司机啊 谁规定代价就不能请司机了 这样啊 那司机好的 去那个万达 我又不是代价 你要去跟我老板说 哈哈哈哈 小蛙 我们去万达 哎 好嘞 老板 好嘞 给 坐好了 哈哈哈哈 说起名媚 新郎和新娘 爱情的结晶 已经怀孕了八个月 马上就要诞生 请回新郎 你们新娘 从相知相恋 走到婚姻的殿堂 你们交往了多少时间 上来 四六五 四五 啊 这个 这个 啊 啊 张旭生 你干嘛去了 把摄像楼打开 楼打开了 你人呢 站在站在老师 在呢 老师在呢 你在 无中相友 暗渡成仓 请你想象 今天车不知道 向谁刮了啊 这个人还不错 给我写个条 不好意思 把你车刮了 说实在赔不起我了 然后给我买了 这个饮料 请我手下 这这种做法 我还是挺欣慰的啊 没车没船没船没船款 两个男朋友都没 我就这么欣慰 女朋友都没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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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